尊敬的战友们 我是郭文贵 我是代表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联邦的发起人 我是2017年爆料革命的发起人 我和全球的很多爱好和平法治民主自由的中国英雄儿女们 一起在消灭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开始的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通过俄罗斯内部的战友和普京身边最相信的人 包括最重要的他私人医生团队 我们获得了普京先生 他获得了不治之症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我也向普京先生和普京的家人非常的道歉 我和你们无仇无缘 但是你们的这种 你的所有的一切影响了人类 包括中国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本质上和你们是敌人 个人上没有任何的恩怨情感 让我来告诉世界 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我愿意让世界 任何人只听到这种声音 普京即将完蛋 即将死亡 自将对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受战争揉炼的乌克兰人民 以及被习近平和普京先生 个人政治关系和野心代表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都是好事 他两个不能代表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 对待我们新中国联邦消灭共产主义的这个目标和理想 他是利益相承的 而且我愿意 我再重申 我愿意为以下的信息负一切责任 我相信普京先生不会超过12个月的生命期 普京先生得了不治之症 而且这个疾病会让他极为的痛苦 他最近用各种的这种摧残性的药剂来维持自己的健康 这是对俄罗斯人民 中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带来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绝症的情况下 普京是有理由甚至疯狂的来尝试摧毁乌克兰的核电站 甚至使用核武器来威胁乌克兰人民和欧洲人民世界人民 这对我们中国人和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愿意为今天的爆料负一切责任